HELLO 大家好 我是实习特判员YOUNA 今天要带大家来开箱我们的公司 GOGO 要进去办公室之前要先经过我们验票小精灵的同意 你只要跟他说个嗨 然后听到V医生之后就可以进去咯 HELLO 又见面了 这里是我们的会议室 不要看他这样小小一间 但他其实三间可以打通 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到我们最喜欢的能量充电站 我接下来没有电的时候都会来这里喝取生命水 现在我就需要来补充一点电力啦 补充电力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我们实习生一天都在做什么吧 这它们都应该吃出来了 那么,再吃光了 可以打出后大炉 也就在吃光了 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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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看到其他实习生的第一眼 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眼 就看到两个妹妹 还有德容 但德容人很好 德容一进来就先跟我讲话 请问 第一次看到公司环境 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超漂亮的 就是很Dream Office的感觉 请问 这两个月的实习 跟你当初想象的一样吗 觉得大家都很友善 就是算是出入这种 就是第一次进入这种 比较严肃的环节 相较平常在咖啡厅打工 就是比较严肃的之前 然后觉得大家非常友善 然后让我在刚进来的时候 安心了很多 然后我的mentor 或者是我的主管 跟其他同事 都会很耐心的教导我去做 媒体相关的像报表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 撈数据要怎么砍等等 所以他们都会很耐心的教我 然后做错了也不会 也不会骂我 对 因为错了要多就气 反正就是很感谢 然后在这个实习期间 学到很多关于媒体产业的知识 增进了很多自己的技能 就是一些在学都学不到的东西 所以感谢就有实习的计划 我本真的以为我可能会很安静的度过这两个月 想说其他人都很高冷很专业很流秀 就会不会就是不想离我这个实习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他们 我们team的人都超好 然后会 就除了会教我一些东西 然后也会跟我聊天 或者我想要参加什么活动 他们都会很鼓励我去做 然后也会跟我说自己是安邦的 然后在我遇到问题 就工作上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都会很乐意都会回答我 就是说找某个问题 这可以然后去问他们 所以非常的感谢他们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应该是公司的氛围吧 原本想象中可能觉得上班 都会是觉得很严肃 然后自私化 但在OMB的话完全不会 就整体上就是一个非常火火跟轻松的氛围 所以在这里其实真的还蛮开心的 嗯 当初的我是舞蹈中间的 那跟我原本想象的情绪有点落差 但是也没有到很大 因为就是在过程中学习嘛 嗯 然后就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的team就也很欢乐 我也蛮意外 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 呃办公室就是那种 一个一个一个很黑暗的 但是呃 这里都是开放式的 就是很很容易就跟别人有互动到的感觉 对 对 哈啰大家好 我是徐先生 你看 还错了 好想说 重来 好想说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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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